玩具TV第27季第七集 剛才玩完一些一戰或二戰的模型呢? 謝謝你 真的玩一些我自己喜歡的高達 而這個應該前個星期推出的 也好,今個星期終於有機會和大家介紹 拿渣,我自己一個非常喜歡的機體 Altron Gundam,張五菲的專用機 亦都用他的愛機的名字,拿渣來命名 今次要和大家一聲介紹的 坦白說,如果大家有看這個玩物壯陽的話 都知道我很確定地說了 這部雙頭龍是我... 有Best Buy 是Best Buy,真的Best Buy 近來很多Best Buy 我都是Best Buy 沒辦法啊,真是高質素 現在外面好像沒什麼怎樣解決 所以如果真是喜歡五指的 這隻暫時都真是這麼多隻來講 出得最好的一隻 我不是說之前這隻 次世代高達叫什麼名字 我又忘記了 邊的那隻 即是用邊的,只是用劍那一部呢 黑紫色那一部呢 記不記得嗎? 我都說了,很純邊的就忘記了 黑紫色? 你砌的,有沒有看過? 雙頭龍 E就說 Eppon Eppon 我記得了 Eppon 那一隻也漂亮的 不過這個多花神玩一點 所以沒辦法 本身其實它也是有兩底 我叫做 台座 拋了出來 也有一堆支架 用來用雙頭龍形態 用來做支架的 不打算玩 Ibion Ibion Eppon 對 另外 基本上大部份的東西都裝上去 你見到造型手來講 1,2,3,4,5,6,7,8 剛剛好十隻 剛剛好十隻 基本上都夠玩有爪 另外也有加長件 因為真的說 放這個龍爪手的時候 什麼龍爪手的時候 再加上這兩隻 而且真的比我更長 你的手指 是兩隻加起來 還是一隻加起來 是一隻 另外也有其他的三叉配件 又講完了 所以 大家 Focus在 拿渣 看到一個這麼正的造型 都是我們導演 剛才好玩的時候 所以我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我盡量玩一陣子就盡量刮到油 我知道德哥很緊張地看著 沒錯 這個用一個很深切的眼神留意著 但我們餵他 因為我不想這隻無緣無故在Toyce BB看到 這才是重點 我買一隻 我沒有買兩隻 剛剛這一個 今天 這隻 這個特別是 移印的 編排和一些新的標籤 令到我對這隻 雙頭龍加了很多分 這個造型也加入了大量的現代元素 應該有古代加現代的元素 它的儀印和標籤 是有很濃厚的中國特色之餘 是非常前衛的 好了,轉完一個圈 你看到這個姿勢把得這麼漂亮 其實我想可動性是不需要再多說的 所以直接拆下來 這個就是它一個專用的連接位 然後就讓大家看看 然後就讓大家看看 反光的Eltron Gundam 兩條龍 這個設計真是 搶分搶得很厲害 其實本身一些MB的台座 坦白說都沒有Metal Robo運 處理得這麼好 這個黑色 鋼琴黑 加上這個反光的金屬錄 再加上印字 和一個這麼漂亮的 新的 標籤設計 真是不一定 好了 整隻東西我又扭回正一點 本身整隻東西其實感覺是很聚首的 反而我想說多一點 雞蛋女挑骨頭 如果你真的說 玩這隻東西是天天地玩的話 你放心 它一定鬆 是一定鬆 這一隻的關節 似乎沒有其他之前那些 實得那麼交關 坦白說也有部份 其實在我這個喪樓的情況之下 是開始有少少鬆 喪樓 要三次的 我會試試看 沒特別開來看,所以我暫時未知情況有多嚴峻 在任何東西都收回的情況下,你就可以看到雙頭龍的樣子就是這樣 真是觸摸了,我先玩了背脊 是金屬的 每一節,對於強化系列來說,這部雙頭龍比之前的機器強了一節 因為它多了這個尾部二連裝,可以對應遠距離的電子炮 而每一節它都可以移動 另外機動性增強方面亦都見到,它有一個可摺疊的翼 都是金屬關節的 動的幅度亦都是基本上你想怎樣就怎樣,不過這個位置其實有點鬆 最精彩的地方是剛才已經展示過一次給大家看的 就是它的分離功能 你會看到它的幅度也很大 當然大家如果想再留心一點,它這裡有些中文字 我就不知道是什麼字,不過雖然是中文 大家可以知道的,就跟大家在下面打出來分享吧 武裝方面,其實本身應該 這個三叉擊,雙頭三叉擊應該要拆下來的 不過,因為純粹給大家看看 它上了所有工具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都會照樣放在這裡 另外這個盾 其實你看到這些位置是方便給你換手的時候 拿著,當作是Captain America用的 這個盾某程度上 與其說它是用來擋武器,不如說它是攻擊武器會好些 同樣地也有一些很中式的 圖騰,以及上面有一個特有圖騰的字樣 穿上色方面,整隻都是全上色 無論是綠色和白色都好,都上得非常仔細 或者麻煩導演結合我的頭 除了你看到角有些毛外,被我撕走了 是上色上得非常之美 當然,心口也有精細的移印 肩膀也有本身機體的型號 好 認我去哪裏 問你死了嗎 好 時間無多,我就直接 最重要玩它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渣龍爪沙 對 龍頭方面 所有牙位都是可以獨立地移動的 這裏亦都有幾折的 可動關節 來了 就這樣就可以了嗎? 對呀 好的 其實剛才我已經讓大家看到這個滑走蜂牆 這個重手了 因為其實這裏可以再拼多一折 不過我不拼了 好長喔 這裏也是一個橫軸 那你就可以看到其實這裏可以玩到多長 咦? 真的比你長一點 我還沒看 它加上那裏才行 當然了,其實你剛才看到很多這個台座 方便你擺擺姿勢 但你擺姿勢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都足夠力的 我先弄好一點的龍頭 所以你說Best Buy不是浪得虛名的 我都還漏了 還有一支? 死了嗎? 真的好長喔 長都不止 你會看到它本身也有 很多的關節 每一節都有的 又長又堅實 對呀 自由地擺姿勢 除了厲害,也是厲害的 它撥,是不是? 升起了 厲害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挑剔呢? 你還沒加東西都已經長得那麼膠關 不用這些工藝 只有Bandai 真的很好 所以這支真是堅正 的確是DMS的Best Buy at 2023 其中一部 好美 就是Bandai 也Bandai QC不算不錯 坦白 唯一不行的是Ring Zero 我買了三隻,三隻都不行,真是問你死了嗎? 我看會不會買第四隻,搞不好,但你主角嘛 本身的設計也相差很遠 但我又不是說他的造型差,但QC很頑皮 那是波布雲的感覺 但你除了Wing Zero,每隻隻都精彩 你真的催不著 可能還有一隻 對 好,那先收回它,看看如何收 大家記得這裡最主要是靠這個扣位 然後放上來這裡,這樣就可以扣緊了 噢,糟糕 什麼? 盾子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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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嗯 嗯 好玩 真心好玩 好賣齋 還欠重炮和沙漠 快吧,不用擔心 好玩 但很有趣 其實他的策略是同一個角色 不同的產品線都一起出 那就糟了 我唯一扣病的是 因為他的腳腕的關節 前面這一節便可以動 很大幅度 但後面是確定的 所以擺貼地性來說 真的有些問題 當然,小霞大癡 我個人來說 這件都依然會 擺在很投為今年的 一個很吸引和出色的產品 希望Bandau會保持到質素 我們玩家便少點投訴 好了,Captain America 待會見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